其實兩種,一種是定期監測 另外一種是即時的監測 所以我們在剛才簡報裡面的最後面的部分 有一張我們監測的位置表 那個是我們的Sensor擺設的位置 各區的工具擺設 那個是即時顯示 即時展示在我們的顯示板上面的 所以這個部分是我們有做具體的回應 當然這個部分就可以隨時了解到 我們的施工時候的一個噪音到底是什麼狀況 至於說我們保守的流量部分 代表我們會測流量 其實保守劑跟處是有異味劑 那這個我們來再加這個處理的時候 會加流量劑那一部分 來做監測的問題進來 那個辦局這邊就在肯定要補償 剛才民眾跟委員是在針對樹木的部分這邊說明一下 那樹木的部分其實現有園區內的樹木化有200多顆 我們也知道這是密度高的一個綠化區域 那我們在現有的開發 盡量在維持原有的樹木的數量上 然後做這樣子的營質 那當然後續還有會有 不管是非受保護樹木的移植審查 或是活化區域級的一個樹木的保護審查 這個我們都要到這裡去尋找 那再來是有關於地下室開發的部分 這邊其實會有一個就是進化的地方 就是在地下室的開發盤會越大的話 對於樹木保存是有衝突 所以這一點我們為什麼 一直在現出我們的地下室開發盤 再來是有關於那個 剛才有民眾跟委員提到樓層樹這個部分 那當然在樓層樹這邊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做樓層樹的事 我們現在這個開發案 我們承諾的是樓層樹的建築 所以它的綠化已經不單純 只是在地面上 包括在地面在樓層上 都有相當成的綠化 然後智慧建築是引擎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為什麼會在地面上 會這樣子的一個綠化空間 那再來是有關於就是 現階段這個基地 它有十二個路口 那我們現在的更化設計 都會增加現階的開口或出信口 所以所有的人形動線 都是在它的原有的行動 行動線在進行 那最後有關蔡理長 有關指教說 室建管理工作這個 我們已經在下旬 常常在調整的作業當中 那當然最後 委員指教說差異 對照的部分 其實我們在講數字上的話 就絕對不會去 我們就說 有這個意思說 要針對數字上做 那個 就是 我們都覺得 絕對是公開的 那那個數字 我們是從第一次 我們有 真不公開的數字 我們就是照 待會見證師會 某些書名 然後這樣子 我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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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委員 大家好 我只 想要說一個 非常基本的 觀念 一道第一章 好 三二四 百分之三二四 就是如果 你的 激勵面積 是六萬四平方公尺 當 你 設定 容積樓地板 是 三百的時候 那就是 六萬四 乘以三 所以 這張裡面 有個最重要的 數字 就是 一九 一八 五六 點三 未來的 建造 執照 使用執照 容積樓地板 面積 就是 基地面積 乘以三 好 上次呢 有一個 三百二十四 的數字 呈現 一樣 那是 基地面積 乘以三 點二四 為什麼 那麼誠實 因為 都發局 以及設計單位 絕對 也不可能 也 永遠不會 玩 數字遊戲 因為 是指 當天的 設計案 快算出來 其實是三 二四 我們沒有 作假 我們可以很容易的 就寫三百 這個議題 就不會 從第一次審查 第二次審查 到今天 好 簡單的來講 這個基地 是六點四公頃 乘以三 它就是我的 容積樓地板面積 那接下來講 建築物的 總樓地板面積 也許各位會聽得很複雜 覺得太技術 但是這個就是建築工程 為什麼總樓地板面積大於容積面積 這個時候一個設計的品質就看得出來了 當這個案子 到今天為止是 332414米平方的總樓地板面積 我可以驕傲的跟大家說 這個案子 如果照這個圖像做出來 世界沒有 台北沒有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 先說有沒有浪費錢 答案是沒有 因為這個預算 是經過議會 嚴格的審查通過的 那我也 藉這張圖來說一下 這個案子目前為止 它是初期規劃 專案管理跟完評 設計建築師上位到位 是因為做了一個承諾 而且這個承諾是不能打折扣的 那叫黃金級的建築 對不起 你還要多久 兩分鐘 謝謝 好 所以呢 我們剛才談到避難 這些是和社會局的同仁們討論出來的 所以這邊 不管是年輕的 年老的 年幼的 避難空間 可是在建築層次來講 這個要算面積 所以樓地板面積就出來了 也就是說今天這個黃的面積 各位 這個黃色的面積 如果今天是個地產商 他絕對不會這樣做 因為他不想要做 像都發局想要做的好空間 下一張 同理今天就是因為有這個量體 所以我們希望在垂直的地方 有可以呼吸的地方 今天這種垂直的立面 每一層樓都可以有呼吸的光線的品質 它不是容積面積 它是樓地板面積 它有造價 但是它帶來品質 所以呢 我再跟各位要敘述一件事情 是兩個承諾 300就是樓地板面積乘以3 它不可能超過 因為它是白紙黑色的承諾 黃金級以及安全 在每一個城市 我們會跟社會局跟衛生局共同討論 以上把時間給各位 謝謝 好 我想 剛才所有的意見裡面 至少有幾個 沒有很明確